风水大师一直以来都扮演着中国神秘而不可或缺的职业角色,他们似乎具备了看穿世界,洞察人心,甚至预知未来的神秘能力,因此深受各界人士的信仰和尊敬,包括许多古代的皇帝,其中,袁天刚是中国历史上备受推崇的风水大师之一,这里是史约馆,订阅我,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 袁天刚原本是一个算命的人,类似今天街头50块钱一次的算命先生,然而,他不仅仅止步于此,他虚心学习,积累了丰富的实用经验,被尊称为星象学家。 预测家,风水大师,道士和相使,他的精湛技艺让他的生意兴隆,能随时凭借自己的墨水肚子和口舌之能,为人预测命运,解答疑惑,袁天刚的技艺包括面相,六人和五行,这些都是基于挂象的预测方法,准确度也相当高。 此外,他还擅长一向称为封建的绝活,能够凭借封的大小和方向来预测疾击凶祸福,这个技能为他赢得了众多追随者,因为封建在当时看似神奇,而且容易实践,袁天刚的高超技艺引起了上层社会的注意,包括当时的达官贵人。 其中,武士约能特别引起我们的关注,武士约是一位全世显赫的家族,他的女儿武则天后来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然而,在妹娘成为女皇帝之前,他还只是一个吃奶的孩子,袁天刚的预测技能再次闪耀光芒,当他看到武士约能的儿女时,他起初感到震惊,他认为这些孩子虽然注定会富贵,但他的预测似乎并未准确,似乎还有一个孩子,于是妈妈将妹娘抱出来, 这时,袁天刚的预测引起了更大的疑惑,妹娘的相貌显示出他具备皇后的前置。 尽管在那个年代,女性升上皇位的可能性很小,袁天刚不敢妄下结论,只是坚定地表示,妹娘将是尊贵之人,未来有望成为皇后,事实证明,袁天刚的预测并不准确,而是有误差的,武则天最终成为了唐朝的女皇帝, 他在位期间,政治手腕高超,推翻了男权社会的局面,实现了自己的统治梦想,武则天的崛起与袁天刚的预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他的统治却伴随着众多争议和悲剧,武则天的权力之路充满了斗争和牺牲,他的政治智慧使他从小妃子崛起,最终成为了皇帝, 然而,他也用非常冷酷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力,包括亲手杀害自己的女儿,以掩盖真相,这种独副般的手段为他赢得了皇位,但也让他失去了更多,最终,武则天在达到最高权力的巅峰时感到了孤独和无奈,因为他为了权力失去了太多,他曾经找到袁天刚来占卜国运兴衰,但袁天刚并未透露太多,他只简单地告诉他,圣也落水,摔也落水, 而这些话却意味深长,这一句话点明了武则天的最终命运,落水指的是洛阳,他将永远执政在那里,不会被赶下位,这段历史告诉我们,风水大师的预测能力并非绝对准确,而是有时会有误差,同时,权力和野心之间的博弈也是中国历史中重要的一部分,而武则天用自己的手段成功登上了权力巅峰,然而,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为权力和家庭之间的选择往往不是那么简单, 这也是历史中的一个永恒话题,在晚年的孤独与绝望中 论亲灵有没有后悔当年的决定,他曾横扫沙场,战无不胜,却最终输给了宫廷政治的算计,当他意识到大势已去,决心以死明治时,他的内心是否还怀有一线希望,想要反击命运的无奈打击,我们不得而知,历史未曾留下这位杰出统帅心中真实的情感,但通过追溯他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英雄的兴衰轨迹,公元630年,松赞干部统一藏区后,不久即驾崩, 其孙称王,实权落入大象陆东赞手中,陆东赞有两个儿子,长子赞熙若善文,赐子论亲灵贤武 父亲去世后,赞熙若继任大象之位,论亲灵则率军北上,先后占领土玉魂和安息四镇,一举断绝唐朝同西域的联系 这段时间,大唐国力正值鼎盛,四方来朝,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帝国震惊 唐太宗先后派遣李靖,侯军吉,苏定芳等名将领兵反击,均以失败收场 论亲灵不但将他们击溃,更是乘胜追击,反攻梁州,何兮威胁长安 面对如此劲敌,太宗不得不派出大将薛仁贵迎战 然而论亲灵早有准备,他设下埋伏,将薛仁贵军一举歼灭 这场大劫使他一战成名 声名远扬,由西域第一猛将之遇,陆东暂见儿子如日中天,不能自已 他本就野心勃勃,这下更想从唐朝手中夺取更多领土 他命令论亲灵帅大军长驱直入,攻取梁州 唐朝这下是真的大忙了,连番失利让太宗愤怒至极 他立刻派遣大将李氏寄前去讨伐,以反规,旁令明为副手 三路大军同时出动,希望一举歼灭吐蕃入侵之势 然而陆东暂和论亲灵早已驾轻就熟 他们对唐军的行军路线了如指掌 李氏既一到达战场,立刻中了论亲灵的埋伏 旁令明也在半路不敌 全军覆没,这场胜利让论亲灵信心大增 他带领勇猛的铁骑兵,如入无人之境 直逼梁州城下,太宗建大势已去 只得派出使者求和,暂时收回长驱直入的部队 自此以后,论亲灵在西域军界声明确起,有战神的支撑 他那威风凛凛,率兵辟腻的英姿 深深烙印在唐朝将士们心目中 成为他们梦魇般的痛苦回忆 论亲灵在战场上连战连结 可他似乎并不知足 648年,兄长赞熙若去世 他夺取大象之位,实际掌控朝政 为了军事需要,他在国内实行军事独裁 征收重税与粮草,引起贵族和百姓们的不满 这其中尤其以赞普为甚 赞普早已不满论亲灵长期把持大权 扰乱朝政 他本就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 现在却被一个武将掌控在手心 这让他万分难堪 652年,赞普终于忍无可忍 联合贵族发动政变 杀死论亲灵的弟弟,伯论在任 这无疑是对论亲灵的挑衅与警告 从此吐蕃上下派系林立 朝中救援越积越深 论亲灵明显感到了威胁 他决心除去一己,稳固权力 他先下令调动军队 对贵族实行恐怖统治 又严密监视赞普的一举一动 生怕再生变故 然而这一切都在武则天的算计之中 他早已盯上这个内忧外患缠身的吐蕃 决心在苦难中给予他们致命一击 武则天听闻吐蕃内讧日深 决心从中离间 六百五十五年 他选派大唐第一流氓郭元振 出师吐蕃 表面修好 实则挑拨离间 郭元振深谙忍心 他先找上赞普 抱怨论亲灵刚愎自用 有损两国关系 又向论亲灵诉说赞普的苦衷 希望他能谅解赞普的难处 如此反复挑拨 见识两人心生嫌隙 此时的论亲灵已是心里焦脆 他在战场上从未输过 如今却要面对宫廷政变的危机 郭元振如火上浇油 这无形中打击了他的信心与勇气 他似乎也意识到 武则天在背后捣鬼 却无力抵抗 郭元振出师两年有余 渐渐取得成效 论亲灵与赞普公开翻脸 朝中群雄割据 各怀鬼胎 吐蕃军心涣散 百姓疲于奔命 正是武则天怠捏的软柿子 六百五十八年 郭元振第三次出师吐蕃 提出交还河西之地 与婚姻联盟的条件 再被论亲灵拒绝 这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赞普此时以叙事待发 诚论亲灵不备 发动兵便将其击溃 论亲灵意识到大献一道 他在战场从未认输 现在却陷入无路可退的绝境 退无可退 进无路径 最终在绝望中选择了自杀 一个当世无双的战神 就这样轰然倒下 也许他早该明白 军事力量终究敌不过政治算计 论亲灵那引人入胜的传奇一生 至此画上了悲剧的句号 我们不得不惋惜他 最终被宫廷阴谋所害 而这一切很可能本可以避免 论亲灵的自杀 震惊了当时的吐蕃贵族 赞普成胜追击 将他的家人和支持者 尽数杀害 一派倒墓 与此同时 武则田得意洋洋 他终于摆脱了心头大患 为唐朝边疆 征得长治久安 然而好景不长 就在论亲灵倒台的三年后 占据优势的赞普也并是 太子年幼 吐蕃重新陷入内乱 一时间 主战派和主和派 你争我夺 互不相让 在这关键时刻 武则田再次派出心腹大臣 趁火打劫 最终他如愿以偿 不仅夺回安息寺镇 更迫使吐蕃放弃河西走廊 归还青海 梁州所有的失地 至此 这个曾经让他头疼不已的西部境敌 终于被迫签下了堪称屈辱的合约 没有了那位统帅的领导 吐蕃的军力大不如前 只能任由武则田摆布 论亲灵的一生可谓传奇 但他最终还是未能逃脱命运的诅咒 我们不得不感叹 天生英才 中南飞黄腾达 盛极必衰 道足且长 愿这位抑郁战士安息 宙世之后得以解脱 从头来世 再嫌风采 代表 素 仓